蠟燭金山喬舍傳遞信息之聲 歡迎收聽金山之聲 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AM1450美國中文電台 歡迎收聽今天的金山之聲節目 我是詠青 今日節目主要內容有 第十六屆加州名人堂名單出錄 舊金山減免市大大學生學費 東華醫院社區健康日圓滿落幕 舊金山出身率下降出現人口減少 舊金山開啟無人駕駛出租車時代 灣區暢至死亡人數居加州第二 半月灣機場將關閉進行跑道維修 數據顯示姓院不同族裔兒童差異大 以下是節目的詳細內容 橋部記者重清舊金山報導 8月14日加州州長留心 第一夫人西貝爾留心和加州博物館宣布 第十六屆入選加州名人堂的 公共服務、體育、音樂、娛樂等領域的開拓者 儀式將在8月22日星期二以線上的形式舉行 入選第十六屆加州名人堂的結出人士有 旅演員和編劇委員和編劇委員 飛行員和物理學家馬吉吉 歌手艾塔·詹姆斯·LGBTQ權利活動家和先驅 豪西·胡塞澳、薩利亞、洛杉磯 後期隊廣播員文斯·卡利 女演員和公務員秀蘭·鄧波爾·布萊克 奧運會金牌獲得者和教育工作者 阿奇·威廉·武斯 柳森州長說 我們很高興宣布將加入加州名人堂最新一批入選者 加入我們州最具革命性、創新性和最智慧的一些人的行列 這個群體的結出遺產已經並繼續體現作為加州人的意義 毫無疑問 他們的遺產將繼續發揚光大 並激勵我們州數以百萬計的子孫後代 第一夫人西貝爾·劉森邦 州長和我向這些結出的遠見者做出貢獻表示敬意 這些先驅者中 每一位都通過他們無限的創作力、毅力和勇氣 對加州產生獨特影響 通過他們的生活和遺產概括加州的夢想 加州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馬麗·皮德里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與州長和第一夫人一起認可這些結出的入選者 通過他們的才華、創造力和勇氣 他們體現了加州最好的一面 加州名人堂在2006年啟動 只代表將那些創造歷史的加州人 他們體現了加州的創新精神 並改變加州、民族和世界 每一年由州長和第一夫人根據商業、勞工、娛樂、美食和美酒、文學、音樂、藝術、公共服務、科學和體育方面的成就選出搞搞者 喬布記者重清報導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和舊金山市立大學校長戴維·馬丁和市立大學社區一起宣布 減免過去五年在該大學就讀的數千名舊金山居民的微繳學費 市長在最近預算撥款210萬超過13000名前市立大學學生 將能夠再次入讀市立大學課程並繼續接受教育 雖然符合資格的學生通過免費市立大學獲得減免學費 但他們可能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 例如成績單、學習材料或延遲退學費 低至10元的費用原額將阻止學生註冊大學的任何課程 通過這行新的資金分配2017年8月至2022年12月期間 就讀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將看到他們被凍結的帳戶獲得解除 從而能夠再次註冊課程 市長布里德說 市立大學為舊金山居民提供高等教育課程、職業培訓課程 以及新技能培訓的機會 有了衣筆資金、數千名以前無法報名上課的社區成員 現在將能夠繼續接受教育 免費市立大學計劃是市立大學和舊金山市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旨在為舊金山居民減免大學學費 或為接受經濟援助的學生提供助學金 每一年市政府都會為市立大學提供免費資助 在今年的預算中 市政府為舊金山居民提供1680萬的學費 任何未動用的資金都存入儲備金 市立大學校長馬丁表示 市立大學感謝布里德市長和市政府官員 為數千名舊金山人提供一個 重新開始教育之路的機會 舊金山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服務部行政主任馬里亞指出 從免學費、做學金援助到學生債務減免 舊金山繼續在全國範圍內保持領先的地位 為其居民提供學生支持 並消除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礙 這一進步增加可能在接受大學教育方面 面臨挑戰的人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 通過投資各年齡段學生的學術潛力和夢想 我們將繼續強化城市 為所有人培育充滿活力和包容性的教育環境的承諾 舊金山市立大學每年為全市多個教育中心的 6萬多名學生提供服務 並提供250多個學位和證書 可轉移學分、先上課程和職業發展課程 喬部記者吳暢明的舊金山報導 8月12日星期六位於舊金山中國城的喬立東華醫院 在該院大堂舉行東華醫院社區健康日 今年健康日以精神健康為主題 同時為社區居民提供多項不同類別的身體健康檢測服務 東華醫院市場部經理柳靜儀表示 東華醫院每個月都會舉辦一次社區健康日活動 為社區居民免費檢測身體 今年隨後的4個月 先後會在東華醫院的刀板街、日落區、 Daly City及移東區診所 為各區居民提供身體健康檢測服務 她指出 社區健康日早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經舉辦 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和口評 曾因疫情而中斷 現在再接再例 更好更多地服務社區居民 柳靜儀說 活動中 除了心理和精神健康外 還有其他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身體病徵檢測 包括血壓、體重指數、骨密度、血糖 現場還有藥劑師 想了解自身服用的藥品是否存在問題的居民 可以攜帶藥品 詢問藥劑師 此外 現場不同的攤位 還派發免費的健康教育小冊子和精美禮品 僑部記者綜合報導 加州財政部最新發現 舊金山嬰兒出身率越來越低 據州人口統計學家稱 加州預計到2025年 舊金山死亡人數將超過出身人數 加州人口統計學家 加拉多表示 舊金山的出身人數一直在下降 目前每年的出身人數略高於7000人 預計未來40年內 這個數字將下降至6000人左右 加拉多表示 造成這種下降的因素有兩個 隨著人口的老齡化 將看到更多的死亡人數 只因70和80歲以上的人比以前更多 舊金山兒童委員會稱 生活成本持續上升 迫使公身家庭離開舊金山 舊金山兒童委員會首席執行官 拉特曼坦誠 住房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從所有與我們合作的校戶 和家庭聽到這一點 拉特曼表示 舊金山60%的0至5歲兒童 生活在日不敷出的家庭中 對於有5歲以下的孩子的家庭來說 兒童保育費用是不大數 它可能佔了收入的30%左右 而且前提是你的收支平衡 對於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兩個成人家庭來說 這個需要大約16萬5千元的年收入 平均而言 每個孩子每年的托兒費用為2萬至2萬5千元 兒童委員會希望他們的非牟利組織 能夠為未來的家庭提供服務 拉特曼說 研究顯示 年輕的舊金山人做出了各種決定 他們由於是否要承擔在這裏組建家庭的費用 我們希望這座城市對家庭友好 專家認為 舊金山的人口每年都在減少 這可能導致經濟疲軟 橋部記者重稱舊金山綜合報導 這是開啟舊金山歷史的週末 在整個城市裡 一群人正在十字路口 停車標誌拍照留念 欣賞無人駕駛汽車 這些汽車現在可以全天候向付費乘客提供搭載服務 舊金山居民耶馬內說 他在測試階段已經使用過 他覺得出租車無法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耶馬內解釋道 如果有單車或汽車經過時 他會向你發出警告 因此你不會打開車門並撞到側面的人 同樣住在舊金山的布林克 正帶著他密歇根州的親戚在市內遊覽 他們在聯合廣場附近看到一部無人駕駛出租車 布林克馬上下載了應用程序 在過去幾年裡 他目睹無人駕駛汽車的測試 並表示他已經做好了準備 他說 他們獲得多年來收集的大量數據、技術和背景 所以會相信他 星河西州立大學技術專家 埃巴勒法教授表示 這是一個軌跡 向世界表明 如果你要看到未來 就來救金山 巴勒法教授表示 如果救金山想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導者 這樣他需要像無人駕駛汽車一樣這樣的項目 但批評者認為 這項技術還未準備好 一些最強烈的反對 來自救金山警察和消防部門 在上個星期五 就想獲得加州工業事業委員會批准 他像出租車或其他聘車公司一樣運營我一日後 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一量 無人駕駛汽車干擾了火災救護 但巴勒法教授表示 大多數問題都需要軟件收回 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 公司最好不斷學習 他說 他們面臨的大多數問題都與軟件有關 這是錯誤的 這是個故障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軟件 但人工智能是這項技術的核心 公司知道問題所在 用戶和公眾正在報告此類的問題 現在輪到公司必須快速解決這些問題 修補軟件 在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 達內十亞里教授表示 公眾將會有一個學習曲線 但他的擔憂之一是該技術 將超越法規在緊急車輛被無人駕駛汽車阻擋的例子中 他問到誰負負責 達內十亞里教授問到 在這種情況下 由公司負責 還是編寫這個算法的程序員負責 還是其他人負責 很多問題尚未解決 但對於周末一些使用無人駕駛的乘客來說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好 橋部記者將苗灣區綜合報導 一項新的研究發現 灣區與槍支有關的死亡人數 位居加州第二 其中東灣的死亡人數最多 研究也發現 另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 三分之二的槍支死亡事件 發生在加州十大城市之外 這項研究是由 只在減少槍支死亡事件的非牟尼組織 希望與治癒和專門從事數據收集 和社區活動組織聯合開展的一個項目 8月10日發布的這項研究 調查2014年至2022年 全州範圍內的槍支死亡事件 研究發現 在這8年期間 灣區所有9個院 共有2,374人死於槍支事件 列表顯示 灣區各院在2014年至2022年期間的槍支死亡人數 阿拉美達院951人 康克克斯達院416人 聖塔克拉拉院320人 舊金山院287人 索拉諾院196人 聖馬雕院82人 索羅馬院69人 馬鈴院32人 索羅馬院31人 就死亡總數2人 灣區僅次於大洛杉磯地區 從2014年至2022年 索羅馬院3,800多人死於槍支 研究發現 雖然加州城市和人口較多地區 槍支死亡總數較多 但農村院的人均死亡數要高得多 阿拉美達院的槍支兇殺案發生率為 每10萬人中有7.26人死亡 相反與洪寶院和門多西諾院接釀的三一院的人均槍支兇殺案發生率 為每10萬人中就有15.33人死亡 是洪寶院和門多西諾院的兩倍多 位於加州東北角莫多克院的人均死亡率位居第二 每10萬人就有10.98人死亡 在全國範圍內 加州的人均槍支死亡人數不算高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 2021年加州每10萬居民中有9人死於槍殺 而墨西西比州每10萬居民中有33.9人死於槍殺 居全國之首 2021年加州與槍支相關兇殺案總數為居全國第二 全州共有3576人死亡 僅次於德克薩斯州的4613人 而佛羅里達州這個數字為3142人 這兩個州的人均槍殺案發生率均高於加州 此外 為該項目收集的數據缺乏關於死亡原因的詳細信息 研究呼籲警察部門提高信息透明度 研究指出 自執法部門的一般兇殺案數據沒有完全分類 可能會最大限度地減少親密伴侶暴力導致的兇殺案數量 這可能會導致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得出的結論 認為所有或大多數槍支兇殺案都與街頭暴力和社區暴力有關 是槍支暴力的主要驅動因素 作者指出 這種可能不準確的說法 對於支持解決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問題的策略沒有幫助 喬國記者舊金山報導 本瑜灣機場將在下星期開始關閉所有空中交通 以進行重新的鋪設和其他改進工程 機場將於8月14日星期一至8月18日星期五關閉 以便填補裂縫和跑道上潰製新的路面標記 負責管理半月灣和聖卡路斯機場的遠工務局機場經理萊莉港 隨著時間的推移 該機場跑道會出現磨損 需要保養 雖然機場將禁止所有空中交通 但半月灣的企業將在正常營業時間繼續開放營業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機場維護跑道和滑行道的安全狀態 並資助90%的項目成本 約1300萬 其餘部分由機場使用費和營業費支付 半月灣機場於1942年為美國陸軍建造 擁有約80架飛機和多家航空相關企業 它還提供多種緊急響應服務 例如醫療運送航班、安全巡邏和海岸警衛隊海上救援行動 半月灣機場工程員工後 聖卡路斯機場將於9月11日星期一至10月11日星期二關閉 以修復跑道和滑行道連接器上嚴重的路面邊緣裂縫 維護工作還包括穩定內場土壤、改善排水、更換照明標誌和其他電器設備 最後密封和重新滑線跑道 全面關閉後可能需要再長達30天的時間內定期關閉、滑行道或夜間關閉 但機庫通道和往返跑道的路線將在白天運營 包括空中隨訪餐廳在內的企業將在整個施工過程中保持開放 控制塔也將保持開放 聖卡路斯機場建於1948年擁有約500架飛機和超過25家航空相關企業 去年該機場的飛機器降量超過10萬架次 其中一半是與業務相關或創修的 與半月灣一樣聖卡路斯機場亦提供緊急服務 橋部記者張苗灣區綜合報導 最新數據顯示聖塔克拉拉院有識人種兒童和低收入家庭兒童 在教育、貧困水平和住房方面面臨著不成比例的差距 該數據搜查由兒童倡導組織和院教育局聯合編制 2023年聖塔克拉拉院兒童數據搜查 匯集全院兒童公平問題的數據 報導稱該院有超過40萬6千名居民 其中兒童佔21% 據估計亞裔佔其中的37% 西裔佔33% 白人佔20% 非裔僅佔2% 其他種族合計佔總數的1% 數據顯示 非裔和西裔家庭的子女教育繼續落後於該院其他族裔家庭 影響整體兒童穩定和教育水平 2020年該院有7%的兒童陷入貧困 平均2年 西裔兒童佔13% 非裔兒童佔12% 在2021年至2022年學年 19%的學生長期缺貨 太平洋島民學生佔35% 西裔學生佔31% 非裔學生佔25% 亞裔學生在這個學年 缺勤率最低 只佔6% 長期缺勤 並定義為一年內缺勤10%或以上 47%的非裔家庭難以達到聖塔克拉拉院2019年實際成本衡量標準 該衡量標準被定義為 可供一個有雙親一名學前兒童或一名學齡兒童的四口之家舒適生活所需的總收入 在聖塔克拉拉院這個金額為12萬028元2019年52%的西裔家庭難以滿足實際成本衡量標準 而亞太島民家庭的這個比例為21% 白人家庭為15% 2021年至2022年學年 該院57%的學齡兒童達到或超過三年級英語標準 然而西裔兒童只佔其中的29% 非裔兒童僅佔38% 而亞裔兒童佔79% 白人兒童佔69% 2021年至2022年學年 2021年至2022年學年 該院48%的學齡兒童達到或超過八年級數學標準 其中只有17%的西裔兒童和20%的非裔兒童達到該標準 而亞裔兒童佔80% 白人兒童佔61% 非裔學生佔停貨總數的75% 並與美洲原住民和西裔學生數佔院學校學生總數的42% 以上是今日《金山之星》節目的全部內容 多謝大家收聽